在上期内容中 项羽在陆关夺得天下后 沿用周朝的管理模式 采用猎土封吼的方式 重新划分了政治格局 但由于在封封时 没有平衡好各方利益 致使刚刚平地的天下 又战火四起 燕帝 赵帝 以及齐帝 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内乱 刘邦也因不被项羽信任 被分配到了巴蜀之地 让其远离中原核心区 不管关东是否已经乱得下一锅州 刘邦这边 都必须马上定下自己的战略了 是偏安西南 把汉中 鼠 巴三郡 竟营成自己的王道乐土 还是寻机打回去 和下雨争个长短 如果选择安守西南的话 那么汉中 就不是最适合建都的地方了 相比之下呢 成都平原 会更适合成为政治中心 不过一旦未来 出现了新的战国格局 刘邦想要再次地返回博弈中心 去抢夺天下 就变得很困难了 对这一点感触最深的 当属后世的诸葛亮了 这位天才的战略家 之所以在有生之年 不断地北伐 就是因为知道 如果不能在他们这一代人 完成陆主中原的梦想的话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属地本土的人才资源 逐渐凋零 就很难再有足够的动力 去参与中央这国的博弈了 而如果选择反共项羽的话 那么刘邦 就必须马上制定 下一步的作战方案了 理论上 他可以由汉中 也汉水一线的秦巴谷地 向东攻击南亚盆地 或者说呢 南下属地 然后呢 再由属地 顺长江而下 攻击江汉平原 从东线回到关东 但这样做的话 刘邦将会遇到最激烈的抵抗 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 能够被项羽 安排到江汉一线的诸侯王 都是他最值得信任的将领 另外 既然大家都是细数处地 那么从明星向背上来看 刘邦从这一区域入手 也不是个明智的选择 相比于东正的这些不确定的因素 杀个回马枪 打回关中去 从性价比来看呢 却更为划算 从战队上来看呢 关中之地在中央治国内部博弈中的重要地位 已经由周人和秦人充分地验证过了 如果刘邦能够占据这块四赛之地的话 那么就有很大的机会 复制秦人扫灭六国的过程 可是当我们回到战术产品上时 就会发现 要实现重返关中并不容易 因为秦岭这座后世的山外中间 顺着没有像样的河谷通道沟通南北 要想穿越秦岭 往来与汉中关中两地 就必须借注意那些悬挂与河谷两侧的战道 不得不说 以时间验证忍定升天的这句口号 只是这种以脆弱结构支撑起来的道路 引起先天不足 存在着两大致命的落点 一是数量不足 二是很容易被毁掉 就秦岭中的道路来看 历史上一共存在着五条主要路线 自习向东 分别是顾道 包斜道 躺落道 子武道 玉谷道 如果再加上有关中 趟往南亚盆地的五关道 一共就是六条跨越秦岭的道路 除了地理条件相对较好的五关道外 其他五条穿越秦岭府地的道路呢 都不得不借助战道这种形式来穿越某些路段 基于在秦岭中 构筑战道的工程量太大 维护起来也颇有难度 这些古道并不会同时使用 也就是说 作为二者地缘关系中主导者的 关中盆地的政权来说 一般只会按照自己的需求 来开辟维护其中的某些道路 我们知道 秦岭隐南 大巴山以北呢 可以被统称为秦八谷地 在这边谷地中 分割出了一系列的盆地 而与关中盆地相对应的 主要是秦八谷地中 最大的两个地理单元 汉中盆地和安康盆地 在穿越秦岭的五条战道中 包邪道和躺落道所对应的 是汉中盆地 而如果你从关中走出 向南走紫武道和玉谷道 那么你首先会达到的 会是安康盆地的两端 至于说 那条最早被使用的道路 顾道 则是一条有汉中盆地之溪 沿顾道水 嘉陵江 穿越秦岭大巴山脉 直达四川盆地的道路 顾道 是最早被开发使用的 秦岭通道 够注意它北端的关岸 大散关 也被列入了关中赐赛之列 正因为如此 它也被称为散关道 不过在我们所叙述的 这段历史中 它更应该被称之为 陈仓道 之所以会有这个标签 就是因为那个 明修战道 暗斗陈仓的典故 在这个典故中 一共出现了两条道路 这当中的战道 所指向的 就是沟通秦岭南北的 主要道路之一的 包邪道 这并不是说 包邪道 是唯一使用战道 这种技术形式的道路 而是说 在刘邦反过关中的时候 这条通道上的战道 需要修理 当初为了向项羽表明 自己已经决心 偏安西南 不再介入核心区的博弈 刘邦和他的部下 在通过包邪道之后 就放火烧掉了战道 这种自学后路的做法 显然是起到了效果 不再是刘邦为威胁的项羽 终于离开了关中 一紧还乡去了 当向羽回到了关东之后 关东诸侯 马上线路的混乱 让其自古不详 死后负责监视刘邦的任务 就移交给了 那三位刚锋的秦王 从地缘关系来看 控制关中盼离西部的张寒 会是刘邦最直接的对手 如果刘邦想打回关中去的话 那么他最先要做的 就是修复包邪道上的战道 事实上呢 他也的确这样做了 只不过这样做的目的 只是为了让张寒相信 他的对手会从原路返回 至于刘邦的战术意图 相信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他的攻击路线 并不是包邪道 而是乘仓道 从路线的长度来看 有包邪道路观中 要比乘仓道辩解得多 更何况 刘邦本来就是走到这条路上任的 因此 在刘邦固步以正之后 张寒就把自己的主力 放在了包邪道一线 以防御刘邦的进攻 其实如果张寒有足够兵力的话 他应该在各条可通行的道路上 都部署重兵 以阻止刘邦可能的北伐 但要做到这一点 前提是 你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之身 而在项羽戏争的过程中 不仅二十万秦军被肯杀 秦国数百年来 所积累的财富 也被项羽一扫而控 在人力物力都泄露了地点的时候 秦帝还被一分为三的 成为了三秦 在这种情况下 张寒所能控制的兵力有多少 就可想而知了 正因为如此呢 他才需要判断出刘邦的主攻方向 来部署自己的主力 可惜的是 这一次他错了 刘邦和他的军队呢 出席不义的 有陈仓道攻陆了关中 恭喜关中呢 对于刘邦的事业来说 只是一个开始 事实上 在刘邦军刚刚攻别张寒时 刘邦便一开始 谋划兵抢占了官外的桥头堡了 而最先被刘邦所看中的战略要点 就是南洋盆迪 因此 在攻击到咸阳之后 刘邦除了浅军 向西北两个方向 去切车隆西隆东这两个板块 并由此攻击陕北高原上的上军 以对关中盆迪参与的抵抗力量 形成何为之势以外 一时先前军 就已经顺有五官道 将刘邦军的触角 衍生到了关外了 有人感叹 刘邦路汉中时 不过几万人 怎么这么快 就可以分兵出击了 真要说起来 除了刘邦 杀于收满明星以外 更要感谢项羽的帮助 在秦人看来 项羽所立的那三个关中之王 不仅断送了秦人的江山 更白白牺牲了 二十万关中子弟的姓名 在这种情况下 都无法认同这几个卖国求荣的乡党 正是在这种 宁赠外邦不以加努的心态的支配下 刘邦这个诗人与贤的外来和尚 很快便成为了关中之主 毕露滚雪球般的 装大了自己的力量 在关中之地站稳的脚跟的刘邦 也因此有了和夏宇PK的资本 因此在认清醒世之后 那些还在政治归属上 有所疑虑的精英们 也表现得很顺从 当刘邦在浅军出五官收复南洋时 并没有遇到阻力 很快 随着刘邦的兵风所致 这个不久之前 刚刚归附过刘邦的板块 又倒向了刘邦 如果从战略上来看 刘邦出五官的这支先锋军 在占据了南洋之后 就需要思考下一步的行进方向了 继续向东 超越方程下岛 攻入中原是一条路 向南 连大红山两侧 攻入江汉平原 也是一种选择 相比之下 前一个方案 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在南面的长江一线 有项羽所奉风的两个情形 恒山王和陵江王 也就是说 如果刘邦军继续动争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 会被还击的储君切断后路 不过这支刘邦军 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动争 原因就是 刘邦的家属还在配线 刘邦希望这支快速部队 能够在向羽做出反应之前 抢先将自己的父亲和妻子接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 刘邦刚刚攻占了咸阳 就迫不及待地派军出五官的重要原因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存有私心的理由 但在家国一体化的华夏文化中 这种架势其实也是公式了 问题是 作为一支军队来说 你的行进速度 是很难超过传递信息的信使的 所以在刘邦军 突入中原渡过洪沟 近达洪沟一东的阳下时 向羽的阻击部队也已经到达了 这一点 其实也到预料之中了 毕竟刘邦军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向羽的自留地 西楚的领地了 既然对手已经做好了准备 那么这是快速前进 后方不稳的部队 也就失去了机会了 很多人会奇怪 在刘邦回尸观中 攻城掠地的时候 项羽和他的主力在干嘛 其实那个时候 项羽的注意力 正集中在起地之上 那个没有得到 分封的齐王田荣 不仅自立为王 还一面帮助陈羽 在赵国重新洗牌 一面扶着那个在政治上 一直呈观望太多的名将彭越 在中原府地捣乱 相比于西线的动荡 项羽更关心自己的领地是否安全 这并不算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毕竟如果项羽的根基之地 都还没有稳定的话 也很难其中兵力 西境反击刘邦 对自己的军事才能 和实力非常自信的项羽 有理由相信 如果他能够把关东 这些反叛的诸侯搞定 那么那些守处两端 顺风倒下刘邦的诸侯们 一定会有一次的转变风向 当然 这并不代表 项羽就对刘邦在西线的扩张 做事不管了 太军在阳下阻击刘邦军 是项羽做出的第一反应 另一项决定 就是恢复韩国 让这个注定成为 楚汉博弈焦点的板块 去减缓刘邦的进攻 放那个与刘邦有身交的 韩王城回去组织反击 自然是不可能的 真是去了 等于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了 项羽所伟认的新韩王 叫做昌 在项氏家族起兵之时 这位新韩王 是江东武县的县令 就像刘邦所派遣的两位先锋 也是和自己一起起家的老乡一样 在华夏的文化中 以乡土为纽带的关系 其稳定性 应该仅次于血缘关系 对于刘邦来说 先前派出武官的这支先锋部队 所执行的只是一项战术任务 所以对于刘邦所领导的刘邦军来说 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东正 这时的刘邦 主要注意力还在于 清剿三行的参与的势力 基于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原因 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快的 从刘邦驻城仓道返回关中 到完全占据关中之地 也不过半年时间 也就是说 在项羽阻击刘邦军先前部队 并历厉寒往以为缓冲之时 刘邦也已经做好了主力东正的战术准备了 现在的刘邦 已经和当日入行时的实力 不可同日而语了 那时的他 还是以一个没有根基之地的反叛者面目 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而现在 他已经拥有了 秦人建议发架的关中 汉中 八蜀之地 要知道 秦人完成这个整合 足足花了数百年的时间 而刘邦前后 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既然有了这样好的基础 刘邦就决定 从小汉通道出关 来一次正面的交锋 你验证自己的实力 是否已经可以和项羽PK了 和项羽在战争之后 再与军功论功 欣赏不同 刘邦的做法 要更为巧妙 设计的层面也更广 具体的做法就是 一万人 若以一军降者 封万户 也就是说 如果你能带领一军 或者一万人的军队 归降刘邦 那么你就可以在新的体系里 授封万户后 而如果呢 那些为了项羽十八 祝侯之列的王 能够背属贵汉的话 也同样能够保有他们的爵位 这种既保护了既得利益者的权益 又切出蛋糕 重新洗牌的做法 无疑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当然 如果刘邦 只是个偏暗汉中的诸侯 他的这种承诺 虽然只会被看作画饼 但现在 一方面 是项羽在东线 遇到了大麻烦 另一方面 刘邦在西线 又声势日龙 势必会让那些骑墙派 改变自己的政治选择 刘邦在政治上的战术 收到了很明显的效果 在他率主力 出寒谷关过闪地 进行第一次东征之时 项羽纷纷在洛原盘地的河南网 很快就倒向了刘邦阵营 当然 也并不是所有人 都会愿意接过刘邦 所抛过来的橄榄枝 那位受项羽委托 控制寒地的新寒王昌 就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在他看来 如果不是项羽的支持 自己是无论如何 不会空降得到寒王这个位置的 基于刘邦在之前路关时 与寒人建立起来的 良好的群众关系 新的体系里保住自己的王位的 唯一的机会 就是协助项羽 抵御住刘邦军的进攻 尽管必须以战争的方式 来解决韩帝的问题 但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上看 新韩王的云面都很小 一方面 刘邦在韩帝的审望 本来就很高 空降的韩王 很难得到韩帝军民的支持 另一方面 已经如滚雪球般壮大的刘邦军 已经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来应对韩国的阻击了 最终为刘邦解决掉韩国的 是刘邦军队体系中 最知名的军事天才 韩信 而在处置这块兵家 必争之地的方法上 刘邦和项羽 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同样也扶植了一位新的韩王 一位刘邦军前驱 基于同样的理由 刘邦相信 这位系数韩系的韩王 应该会为了自己的王位 拼此与储军对抗的 现在的刘邦 除了控制寝帝以外 也完全控制了韩帝 如果他再继续往前走的话 就马上会进入 中原府邸的两地了 不过这也意味着 失败的风险越来越大了 一方面 两地目前呢 是项羽的直属之地 进入两地之后 刘邦的政治诱惑手段 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了 而在军事上呢 刘邦还没有把握 能够胜过项羽 要知道 储军现在呢 只是在东线 被那些反叛的诸侯所缠住 并没有遭受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 刘邦瞅出不浅 是可以理解的 最好的选择是静观其别 看看项羽在东线的战况 再决定下一步的战略 另一个方面 则是战略上的问题 作为行圣假天下的 洛阳盆地来说 刘邦还是有把握 能够守住的 但一旦进入中原之地 也就会发现 很有可能会陷入到 四面受敌的境地了 除掉要防御东南两个方向 来自处地的军事压力一晚 在华河以北 被项羽封封在 河内之地的阴王 更是一个直接的威胁 这位司马仙的祖先 对项羽的忠诚度 早在刘邦试图通过洛阳 公路关中之时 就已经领交过了 事实上 河内之地的战略威胁 还不是最致命的 在关中的旁边 还有一块更为重要的板块 能够直接威胁 刘邦刚刚打下的根据地 那就是河东之地 受风控制这块 山西高原核心区的王 就是那位不得不在封号险 加上一个西字的西卫王 情境之间微妙的地缘关系 使得刘邦 只有他收复的西位之后 才有可能真正去露主中原 挑战项羽的霸主地位 这部分内容 就留到我们下一期 继续给大家讲解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大家多多点赞 更多精彩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